青农带路是培育专业训练青农主持的团队 以消费者教育、农业环境探索、自家当季食材利用 还有农事体验作为活动内容 针对目标消费族群规划了食材产力拜访、食农体验活动等游程 并且提案鼓励青农激荡创新想法、付出合作 要累积农业经营企划还有和消费者沟通的经验 返向青农是偏远地区创造农业在发展的基础 中华民国农会所举办的青年带路 就是希望培育专业且训练青农组成团队 以消费者教育、农业环境探索、自家当季食材利用 农事体验作为活动内容 让亲子或者有兴趣的游客能够透过精致的规划路线 让大家更了解食农教育 然后就带着这些亲子家庭来田里玩 就发现说小朋友在田里啊 包含自己的孩子在田里 在玩的时候或是在看到这些农作物在生长 长出来的时候 那种喜悦跟那种很自由奔放的感觉 和平常小朋友关在室内啦 或者是玩一些比较人工的一些游戏的时候 就觉得那种感觉是很相形之下 是很大的不一样 就觉得说哇好喜欢带小朋友到田里 然后到大自然去奔跑的那种感觉 所以之后就开始慢慢的就觉得说嗯 我们好像可以用这样的模式然后带更多的家庭 更多的小朋友来认识农作物 这对目标消费族群规划食材产地拜访 食农体验活动等等的游城并提案 评选出十大食农体验经典路线获奖的秋香会 更是一大鼓励 中华民国农会推发出来的一个竞赛活动 那是食农青年青农带入那个食农体验的经典路线 那每年会选十大经典路线出来 那问我们要不要那个去参加比赛 那我们要怎么样去跟全台湾那么多的农会去进去比赛这种竞赛这种东西 那我们本来原本是抱着说嗯去去看看学习的一个心态 然后没想到就是真的有入围了十大经典路线之一 那所以是非常感谢指导员还有那个寿风农会那边的协助 中和民国农会协助青农整合行销及宣传辅导 鼓励青农激荡创新想法互助合作 并以不同经营角度合作方式以及行销手法 以及农业经营企划与执行 以及与消费者之间的沟通 获得这样的一个奖项 不只能够鼓励青农投入农民的受益 也能够让年轻人回乡提高农村发展 是两全其美的推广 记者林杰说风采访报道 儿子林杰说风采访报道